奥迪宣布全面采用华为自驾方案 而且更多国外车企 BBA 宝时捷 宾利 兰博基尼 劳斯莱斯等 都有可能陆续的采用华为高阶智能驾驶方案 坦白说 这个消息呢 在当下我们国内某些车企窝里斗的时间点看到 让我是五位杂陈的 难道真的是国外车企打不过就加入 很实惑的高高兴兴与华为合作 而我们中有些人却在有意的排挤 嘲讽华为 这是真的吗 我在外网上搜索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外网上也有报道说 国外车企与华为合作的消息 而具体这次奥迪是将选择 华为全套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应用于其Q6 e-tron国内版本 我在外网也看到了对这款车的宣传 所以看来是真的 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这是国外车企对华为 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实力上的认可 要知道华为是全球领先的 ICT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拥有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 和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包括高精度传感器了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了 还有配套的算法软件等等 有人可能会说 国外车企还是奥迪 真的对我们中国的技术这么认可吗 我给大家看看我在外网看到的 介绍奥迪Q6 e-tron这款车 下面的一个热门评论吧 哈哈不要啊奥迪 在电动汽车的发展上 远远落后于中国了 虽然这是一个外国网友随口说出的话 但越是随口说的 越是真心话 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事实上尽管欧美不断打压 也按不住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 在全球发展迅猛的势头 所以那些说奥迪怎么会用 华为技术的人应该服气吧 他们是真的想合作 因为对奥迪来说 这也是自身智能化 转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现在新能源汽车 及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 已经逐渐的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了 奥迪与华为的深度合作 是有助于提升它的电动车系列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的 有人说 未来搭载着华为自驾的汽车 能在美国销售吗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 怎么说呢 目前只能说是未知之数 但是有这种可能 虽然美国的打压是显而易见的 人家本来也没背着人对吧 但是华为的实力 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过去几年 虽然它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一直坚持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 并且与传统汽车制造商合作 这体现了它强大的创新能力 和产业链整合能力 所以想必是国外车企 看到了这种能力跟华为合作 华为也可以通过这样努力的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改善 在被制裁下面临的挑战 也为全球汽车产业 提供了有力的智能化技术上的支持 这么多的好处摆在面前 合作共赢不是好事吗 现在就先说现在的 总要走出这一步吧 未来才有可能突破制裁 真正给华为更广阔的空间吧 所以我认为未来是未知的 但也是可期的 说到这儿 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想提一下 国内的某些车企 心情我也理解 怎么说呢我们希望看到 我们的企业都能发展的好 百花齐放良性竞争 但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内部企业 间任何恶意的竞争或者打压 当然我没有什么证据 只是因为近段时间 我在网上看到了太多对华为 批评或者讽刺的声音 一有人提到华为 就有人说反对的意见 但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 只是想支持一直坚持 自主研发的民族企业 往大了说华为强了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科技抢 也是为我们乃至全球消费者 带来更加安全 便捷和智能的用户体验 那些只知道批评的人 是不是该有点格局 那些说华为道德绑架的人 能不能看看理据 看看华为的真正实力 在拿情怀说事 走自己的路 不受外界的干扰 坚持自言不懈努力 华为是民族之光 这点毋庸置疑 国外的人看得到 没理由我们中有些人 却视而不见吧